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因应中国技术会台31项措施,本报今天披露,新政院长赖清德昨晚连夜召开跨部会会议会商对策,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上午证实赖魁,昨晚临时召开这场会议,政院预定在明天正式对外宣布因应会台措施的对策,明天记者会将由副院长施俊基主持。 徐国勇表示,赖院长昨晚主持会议并未做相关的才是,政院因应的内容后续将由政院副院长施俊迪协调,由于赖院长有承诺本周政院会向大家报告,目前并未规划赖院长主持记者会,而是由副院长施俊迪主持记者会,但研判今天会来不及公布。 有关中国开放台湾征信机构与中国征信机构合作,一位部会官员透露,我政府的因应知道是此事必须两岸区进行协商才有办法落实。 并非中国单方说了就算,政府因应中国会台三十一项措施将防毕与经历并行,以及明令管制与松挡措施并进。 在行李方面,为留住优秀教师与海内外顶尖科技人才,则研议政府加薪留人。 新政院面对媒体询问政院昨天是否召开话部会会议,因应中国会台三十一项措施对外保密都说不清楚。 徐国勇上午证实赖魁昨天是在下午赴京北市参访后晚间赶回行政院召开话部会会议。